放养式教育和严格型教育 你更赞同哪一种 这个女人叫珍妮 她致力于和自己的四个孩子做朋友 不论什么要求 她都能满足 喜欢玩游戏 想玩多久就玩多久 早上不想起床 那就给学校请假 不上课 珍妮觉得要给孩子足够的空间 让他们自由成长 而和她正相反 专制型妈妈贝斯 认为欲不拙不成器 家长对孩子必须掌握完全控制权 所以她的孩子在家 没有丝毫自由可言 晚上统一上交手机 贝斯还要一一审查短信和邮件 这两位妈妈都想证明 自己的教育方式才是最好的 所以决定各自去对方家里居住四天 通过亲身体验说服对方 接受自己的教育方式 前四天由贝斯先住进珍妮的家 刚一见面 两个人客气的握手寒暄 彼此都表现得相当友好 但其实在开门的瞬间 贝斯就已经在心里给珍妮扣了分 她觉得珍妮的穿着更像是青少年 没有一点家长的威严 珍妮带着贝斯认识自己的四个孩子 来到儿子的房间 沉迷游戏的她连头都没抬 更别说有所回应了 让贝斯觉得非常没礼貌 如果是我的孩子 我会直接拔掉她的插头 三个女儿倒是乖巧懂事 热情的和贝斯打招呼 但18岁的大女儿 竟然和妈妈纹了同款纹身 原本是母女俩关系好的证明 但在贝斯看来 是珍妮给孩子们做了坏榜样 不过她僵硬的表情 也让珍妮非常不爽 这是哪里来的封建老互动 尴尬的欢迎仪式过后 珍妮开始准备晚餐 四个孩子想吃四种不同的食物 珍妮统统满足 在他们家这种情况很常见 珍妮觉得孩子高兴就行 没必要强迫他们 吃不喜欢的东西 而贝斯却说 她最讨厌听到的话就是 我不喜欢 觉得很没有礼貌 一顿晚饭吃的是烟消弥漫 第二天 珍妮向贝斯展示了她家的健身房 里面的一根钢管 让贝斯难以接受 她觉得在家里放钢管 就像是在引导孩子们 成为脱衣舞娘 而珍妮不客气的回怼 下午 女孩们一起去了美甲店 这是珍妮一家常有的闺蜜活动 她想向贝斯证明 和孩子坦诚相待是最好的选择 在这个信息发达的社会里 孩子们能轻易从外界获得一切信息 与其听别人乱说 还不如由自己告诉他们 女儿最近谈了恋爱 珍妮也会大大方方和她讨论 如何避孕 他们的身体和人生由自己做主 贝斯一脸不赞同 因为她觉得 这是婚后才需要考虑的问题 第三天 珍妮向贝斯介绍了她的发小吉姆 从吉姆口中贝斯得知 珍妮小时候就是个离境叛道的孩子 但她的妈妈却总是试图控制她的人生 两个人关系闹得很僵 所以在珍妮当了妈妈之后 最不希望成为那样的人 她害怕孩子们会像她一样痛苦 憎恨自己的妈妈 贝斯开始理解珍妮的行为初衷了 但在她看来 害怕被孩子讨厌就放任他们 这是最自私 也是最差劲的一类家长 午饭过后 珍妮的丈夫罗依来到了家里 因为教育理念上的巨大分歧 两年前 夫妻俩选择了分开 罗依的教育理念和贝斯相似 对孩子高标准严要求 她让老二和她一起刷墙 后来就抹收手机 但老二认她怎么说就是不配合 罗依抱怨都是珍妮把孩子宠坏了 但珍妮寸步不让 她觉得孩子们不是不想干活 是罗依端着家长的架子命令他们 才产生了叛逆心理 贝斯近距离围观了俩人的骂战 在一旁都没敢吱声 一家子活腰筒 找不出一个情绪稳定的人 贝斯在珍妮家的最后一天早上 罗依来送孩子们上学 二女儿因为赖床错过了校车 珍妮并没有责怪她 因为就连她自己也睡过头了 她觉得赖床是人之常情 直接请假也没什么 虽然已经迟到 但三个孩子都不着急 老二至今没出被窝 老三放不下她的游戏机 而老四闹着让珍妮送她上学 在门口哭着不愿意走 珍妮不出意外的又一次妥协了 贝斯彻底绝望 这样对孩子们百依百顺 只会让他们变得以自我为中心 贝斯原本以为这三个孩子 已经是赖妮扶不上墙了 但没想到在放学回家之后 他们竟然都乖乖坐在桌前写起了作业 而且在学校的成绩也非常有益 这下贝斯有点刮目强悍了 但那还是觉得自己的教育方式更好 她已经迫不及待想向珍妮展示 多年的教育成果 贝斯家里有三个孩子 大儿子16岁 二儿子13岁 小儿子10岁 当她打开家门时 看到孩子和老公站在门口 举着横幅热烈欢迎 瞬间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但一大三小四个男人 如出一辙的理工男衬衫 却让珍妮觉得刻板到有点诡异了 晚三时间 夫妻俩不为自豪地谈起教育理念 在他们家卧室里一律不安装电脑电视 什么爱情电影MG游戏都是毒瘤 爹味熏的珍妮大翻白眼 在得知珍妮家的孩子们 可以随便使用电子产品之后 贝斯的丈夫够为震惊 让女儿看50度灰 以后不得亲自出演 让儿子玩MG游戏 以后不得变成连环杀手 刻薄发言直接把珍妮气呼了 正当夫妻俩侃侃而谈的时候 两个孩子却跑出来拆台 一张老脸被打得啪啪抢 夫妻俩尬在了原地 两个孩子感觉气氛不对 火速提筒跑路 第二天早上同样是上学 贝斯家和珍妮家截然不同 三个孩子早早起床 不仅收拾好了自己的房间 还能悠闲地坐下来吃早饭 珍妮问老大 难道就没有过不想起床的想法吗 却被一通说叫 这是在逃避责任 贝斯在一旁一脸骄傲 连连点头 珍妮觉得这孩子真可怜 到了晚上 贝斯家的睡前仪式更是严格 她会没收孩子们的手机 挨个翻看短信和邮件 以防孩子们受到不良诱惑 任妮说 她这是在侵犯隐私 贝斯不屑一顾 手机是她买的 自己能让孩子用 已经是仁慈了 既然不是他们的私人物品 又何来隐私 神罗就让珍妮哑口无言 第三天 老大开车带着珍妮 去接练习足球的弟弟 两个人独处时 她才终于敞开了心扉 她觉得自己已经16岁了 父母对她却没有任何尊重 珍妮问她如何看待 父母翻看她的短信 没想到老大 根本不知道有这么回事 不过她也不意外 这个家里一向没有隐私可言 最后一天是周日 孩子们却不被允许 玩任何电子产品 而是要按照工作表格做家务 唯一的娱乐活动 是一家人一起跑步 全程不允许抱怨 也没有第二选择 所有工作都结束之后 老大看休闲时间快要到了 就偷偷打起游戏 贝斯发现 直接进来拔了插头 规矩就是规矩 差一秒也不行 也许是有了珍妮的支持 老大鼓起勇气 说出了心里话 贝斯听完了还是那句话 现在你没有权利随心所欲 等以后你自己赚钱了 就明白爸爸妈妈对你有多好了 珍妮在一旁无语宁业 八天的交换体验终于结束 两个人还是坚持着自己的教育理念 不过最后他们同意各退一步 珍妮扔掉家里的钢管 而贝斯不再没收老大的手机 尽量满足孩子们的娱乐生活 也算是圆满收场 我是拉环 关注人间一拉罐 带你看更多不一样的人生百态